挥别伤痕累累的2024年 鼠龙的朋友今年得到 只符合财心的拱照 迎来事业和财富上的突破性的进展 恭喜恭喜 上班族开阔力强 是适合打前锋的一年 在天马和天夜贵人心的助力之下 如果有机会外派出差 更能得到贵人相助 经商者也可以乘胜而追击 尝试不同的业务或领域 扩充业务的版图 打造自己的商业王国 今年有吉星的招要 鼠龙的朋友们在贵人的提携下 事业和收入都畅丰收 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们 发掘更多的商机 今年若能与鼠猴老鼠和猪的贵人合作 将会带来更出色的财务和发展机会 势不可挡 人逢喜事精神爽 感情方面 单身者红榄心动 有机会在工作上遇到心仪的另一半 可多参与工作 相关的培训和团建活动 至于感情稳定的情理 今年是结婚天丁的好年头 是时候择日以另外一半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 已婚的夫妻出现了感情的危机 沟通容易摩擦 建立你多于鼓励来代替苛责 不应因为一时的冲动让感情疏离 健康方面 今年身体的精力消耗大 要提防因暴饮暴食和熬夜 带来了三高的问题 不要因为口福之意 而忽略了自身的健康 你的幸运号码是 五七七二 幸运水晶为 夜光石跟陈夜光